我們就把機器打開 大理公所員工以及不少民眾 大家靠近講師 仔細聽著自動體外電擊器 AED的操作程序 這被稱為傻瓜電擊器的AED 可以用來急救因為心臟疾病休克的病患 最近公所就獲得捐贈 因此特別安排這場教學活動 讓大家更熟悉這一套救命器材 透過我們AED的設置 讓我們每一位我們的員工 都能夠在民眾洽工的時候 如果遭遇到需要急救的時候 我們能夠非常熟悉熟練的 來操作我們AED 根據統計 台灣每年到院前心跳停止大約2萬人 如果AED配合CPR使用 預估救活率能夠提升到5% 因此公所也安排員工下場進行演練 讓大家更熟悉操作流程 這樣覺得有誰到怎麼急救 AED的使用方式有學到了 如果說真的有必要還是會使用 當然最好是被用到 撕開病人的衣服 那就是先看他身體有沒有濕 如果有濕的話一定要先擦乾 那胸毛過多的話就是要先剃毛 不然這些都會影響到電脊 主要就是這樣 公所表示 目前這一組AED放置地點在公所一樓 之後會分別在調解會 以及大理圖書館大興分館 設置新的AED 希望透過救命儀器的設立 能在緊急發生狀況的時候 掌握黃金救援時間 救回更多寶貴的性命 記者賴秋風台中採訪報導 好啦 雖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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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